彭一维和杨幂眼闺蜜情就已经是李小峰人生的高光时刻了 没想到他还能如此迫不及待想嫁进刘家 看电视剧里眼都说 怀孕前散的月不要胜账 那么敢有人两个月再次全养呀 2018年杨幂刘凯薇这对新任恩爱的夫妻官宣离婚 距今已经有5年时间了 此前他们二人都十分遵守彼此的约定 共同保护小糯米的成长环境 据港媒爆料 刘凯薇女友李小峰已经怀孕两个月 目前受到刘丹刘凯薇的重点保护对象 因此忽略了小糯米 加上前不久杨幂举家飞往香港 并有网友猜测 这是去和刘凯薇谈小糯米抚养权的问题 但进展的似乎并不顺利 如果不是当初刘凯薇一家的坚持 让原本想要在北京待产的杨幂变成在香港待产 或许今天就不会发生争夺抚养权的事情 因为香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香港离婚子女抚养权的处理方法与内地有所不同 杨幂和刘凯薇离婚时小糯米四岁 香港的法律也是根据孩子跟随哪方比较长 再加上改变生活环境 对孩子成长只有必没有力 所以离婚就将小糯米判给了刘凯薇 或许是为了更好的给女儿优质的生活 杨幂自离婚后就是女强人的形象 全年无休专注事业发展 而看望女儿也是杨幂和父母飞去香港 男方却从未带着小糯米来北京看妈妈 那次面对质疑时 刘凯薇都是将爸爸退出来当发言人 刘凯薇你是死了吗 自己的女儿你毫不关心 众所周知 父母再婚受伤的永远都是孩子 为此杨幂刘凯薇签过协议 小糯米会留在爸爸身边生活 但如果刘凯薇再婚 那么就自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将孩子交给另一个人抚养 杨幂曾透露 孩子自从知道爸爸找了新妈妈后 性格变化极大 打击非常大 此前一度传出小糯米不喜欢李小峰 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 刘丹却出面否认此事 林与金一再强调孙女小糯米 根本没有和李小峰见过面 讨厌短头发更是子虚乌有 其中真是现有未曾可知 毕竟在镜头前 刘爸爸对李小峰 这位准儿媳夸赞有加 显而易见 这是得到了公共的认可了 无论如何 如果不能给孩子良好的生活氛围 希望不要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 毕竟小糯米才是最无辜的